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RN与LM频道 由今集开始,我们将会与大家分享 粤剧名领《陈好球》的戏剧人生 陈好球生于1932年,却于2021年7月23日 他是香港著名的热剧演员 他有80年的戏灵,而且还有艺术彈后的称号 陈好球这个名字相当好听,相当典牙 因为他是取自《诗经郭峰周南》的关追的诗句 就是《关关追寇》《奈何之舟》《在何之舟》《妙条淑女》《瘟子浩球》 这个浩球就是陈好球的名字典故 陈好球自小就受到爸爸的分徒 对粤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及至到第二次大战结束和平之后 他就经他爸爸的好友 好,邓超南方在香港休假的时候 他就跟他学了一些排场戏 其后他就跟着早期《觉星》的诗者曾云仙 就开始学习,踏上台版 初初踏上台版的时候就由梅香做起 后来去到上世纪的四十年代 他就开始在广州演出粤剧 而且还慢慢占络头角 最终就升到做静印花旦 陈好球就是第一位香港灵人 拜日粉菊花师傅为师 在1955年 陈好球当时就已经有小菊花的称号 他跟着粉菊花学师 而且在1962年 在电影《大战士周城》里面 他就和粉菊花师傅两师徒 在戏里面大晒冷 尽情表演武打的功格 相当之粤剧,相当之粤劇,相当之粤耳 即是出色,功架相当之粤木 粉菊花师傅门下 另外还有罗家英,陈宝珠,沈之华,张露露等等 即是说罗家英,陈宝珠,沈之华等人 都是陈好球的师弟和师妹 在1950年代初期 陈好球曾经去过澳门、湛江和越南等地演出 后来又经过人介绍 其后跟随罗劍郎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演出 当时他担任第三花弹 其后也跟随过河飞帆、余丽珍等命令 就去过越南演出 去到越南演出的时候 当时他已经升到做二帮花弹了 在1959年 他就跟随何非凡这个非凡响剧团 演出《司马相遇》 当时同剧合演的还有欧阳剑、白龙珠、陈宴堂、炎群芳等 在1950年之后 陈好球就在香港登台演出 并且逐渐转升到由二帮升为正印花弹 1957年 他就曾经加入过梁省波和陈飞龙囚组的《孖宝》剧团 他亦都曾经跟《武生王》 令刺伯演出过《恨海情天》 陈好球历年成为了不少大班的主要演员 他曾经参加过什么大班呢 包括《感天花》剧团 这个就是陈锦棠的《感天花》 另外就是《大龙凤》剧团 在《大龙凤》就与麦炳荣凤凰女合作 亦都参加过《燕新星》剧团 就是与石燕子合作 其中与林家星拍档合作的《慶新星》剧团 就更加为人所落导 而《无情宝剧有情天》 就更加是陈好球 和林家星最出名的首本戏 在1967年 陈好球和朱秀英等人 就走浮去美国演出 就得到东西两岸的陈氏中亲会 鼎力支持 总会还买断了 林家星和陈好球两个人 一直到十月底的包底分红合同 在1967年 在1967年 林家星、陈好球和朱秀英等人 就走浮去美国演出 就在东西两岸 就得到陈氏中亲会的鼎力支持 但后来就不知为何 发生了一些糾纷 就导致星哥 就推出了这个演出 于是乎 这个陈氏中亲会 就臨时换上了 当时刚刚在西雅图的盧海天 顶上 就继续演出 在1970年代 中期 陈好球也曾经和其他文武生合作过 走浮去到美加一带演出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陈好球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暂时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NURLM频道 我们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陈好球的演艺人生 拜拜